消息马上来看到我们的台湾网球 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确诊了 他是在全英羽球公开在南丹四强 输给了现任球王安赛龙之后 原本打算在20号搭机回台湾 但现在传出在英国确诊 羽球先会证实周天成 目前是属于亲疹患者 周天成已经打过两剂的疫苗 只有类似感冒的症状 目前跟物理治疗师高敏山 留在英国 等到恢复病毒量 清零之后再搭机返回台湾 除此之外 羽协也证实 世界球后戴姿营的理性教练 也确诊 同样留在英国 商务单位也提供 跟周天成一样的协助 至于戴姿营本人 已经在今天回到了台湾 在登机前 入关时的快筛结果 都是音信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